再度回到电视荧光幕 东升新闻综合报道 如果要送走建国百年的最后一道夕阳 哪个位置最佳 台湾本岛的最西点就是台南的滨海地区 因此云嘉南风景管理处打算在12月31日 在北门的盐田举办百年送夕阳的活动 要在古月以及终身当中送走今年的最后一道夕阳 也让北门盐田成为了台湾新版的目光之城 台南的北门有着红树林 养科人家丰富的滨海生态 而这里也有台湾最古老的金栽角盐田 在盐田边看着夕阳缓缓下沉 落入海平面 美不生修的景致叫人激动不已 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就打算在北门这里 举办建国百年送夕阳的活动 不只是看到最后夕阳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看到黑不用欧 那黑不用欧在其实会成群成万 在画面面各位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会陪着我们一起送掉夕阳 根据气象局预测 12月31号北门的日落应该是下午5点24分 所以百年送夕阳的活动会由4点开始 有原住民的歌舞在古月终身里送走百年的最后一道夕阳 等到黑夜降临火舞登场 同时点亮长达25公尺荣耀北门的岩雕塑 参加活动游客可以得到限量的平安颜待 在送走夕阳之前 北门这里还会先举行耶诞派对 白色的建筑配上教堂和盐田 营造出欢乐的气氛向游客招手 东森新闻黄虫群SNG小组 探测报导 好这新嫁娘上花轿真的是很难得一见 最近在澎湖竹湾村村长家就要